2020年美国大选中,特朗普和拜登的选票评分秋色,选举过程一度反转再反转,直到最后一刻,拜登拿下306票,特朗普拿下232票,拜登获胜。 许多人为此感到诧异,他们认为特朗普不应该获得如此多票数,因为特朗普在四年的执政过程中一直广受诟病,非常多的美国人也表达了对特朗普执政的不满。 一个令人感到疑惑的现象是,许多声称讨厌特朗普的美国选民,在大选时仍然把票投给了特朗普,这一矛盾的情绪让许多人感到不解。 在The Atlantic Idea专栏的文章,Why People Who Hate Trump, Seek With Him,就对这一疑惑进行了解读。 Sarah Longwell,共和党人促进法治协会执行主任,对那些讨厌特朗普,但坚持选特朗普为总统的人做出了采访。 Sarah Longwell以交点小组的方式,自2018年开始,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访谈,试图理解选民的行为。 他采访了对特朗普执政的评价是,非常糟糕或有点糟糕的特朗普选民。 采访结果在2020年10月19日,大选前发表于著名美国评论杂志《大西洋》The Atlantic,此刊物坚持无党派,无偏见原则。 特朗普选民是指2016年选举中,曾经选择支持特朗普的选民。 2020年,他将研究范围主要缩小到摇摆州、俄亥俄州、爱荷华州、亚利桑那州的对特朗普评价最低的白人女性厌恶特朗普。 受访女性普遍厌恶特朗普,当问他们为什么对特朗普评价很低时,他们说特朗普是个自恋狂、恶霸和种族主义者,他也是不专业和令人尴尬的。 他们失望于特朗普造成的混乱、他的推特、他的分裂感,带着惊恐和无奈,他们发现,他们在2016年竞选活动中看到的那个轰轰烈烈烈的特朗普是一种表演,因为他承诺的转变从未发生。 你们看到这里,可能会认为,这些受访者,应该几乎没有一人会再次投票给特朗普,但当问到他们打算在11月投票给谁时,结果是喜忧参半。 虽然有些人投票给拜登,或倾向于拜登,但是也有人选择投票给特朗普,或倾向于特朗普,还有许多人仍未决定。 放谈结果,讨厌特朗普的人仍要坚持选他为美国总统。 放谈结果却表明,绝大多数特朗普的选民,尽管对特朗普执政的评价很低,包括特朗普对疫情管理不善、经济崩溃,以及特朗普的种族分裂性言论,仍然计划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。 对于那些放弃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来说,他们之所以选择放弃支持特朗普,是因为他们将当前美国状况的大部分责任推给了总统。 相反,那些坚持支持特朗普的选民,他们同样不认为特朗普做得很好,但是他们反问,How could he?特朗普自己有什么办法专心执政呢?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,特朗普一直忙着抗衡阻挠他的民主党人,对付有偏见的媒体,以及一群名不副实的永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,为什么讨厌特朗普的人还要坚持选他为美国总统? 那些讨厌特朗普的人还要坚持选他的原因是,尽管他们对特朗普个人表示不舒服甚至厌恶,甚至也同意特朗普在工作上也做得很糟糕,但他们对总统的诋毁者表示更深的面试。 他们仍然会坚持支持总统,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糟糕,同时他们认为媒体不值得信任。 这些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通常不上推者,也不关注总统滥用权力的争论,甚至连支持右派的福克斯新闻,Fox News也不在意,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媒体上的总统新闻对他们的生活没有明显影响。 然而,显然,他们却没法忽视疫情对他们的生活影响,疫情如何改变了总统大选。 在疫情大流行之前,当焦点小组的参与者被问及国家的情况如何时,他们总是会将自己的回答分成两类。 一方面,他们认为经济方面的情况很好,认为特朗普对国家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,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。 另一方面,他们也觉得美国整个国家的情绪是黑暗和分裂的,并使用了火药筒等词汇来描述他们对未来的隐隐担忧。 他们担心总统的言辞和鲁莽最终会产生严重的后果,但在疫情发生的过去六个月,许多焦点小组的参与者开始改变他们对特朗普的评估。 疫情的出现已经明显造成选民支持率,从特朗普转向拜登。 在Longwell过去的六个月,疫情在美国流行期间的访谈中,他发现受访女性的访谈过程常常掺杂着个人的痛苦。 他们其中有许多因为疫情带来的经济后果被解雇或下岗,或者家里有人被解雇。 有一些人谈到在孤独中挣扎,有些人抱怨着在没有日脱或家庭帮助的情况下,试图抚养年幼的孩子。 有些人有潜在的医疗担忧,或是对那些不愿意戴口罩的人感到失望。 还有些人失去了父母或亲戚,并未在他们去世时,无法陪伴他们感到心痛。 也有许多人提到乔治·弗洛伊德的死亡,和夏天笼罩全国的抗议活动。 有些人对他们所谓的抢劫和暴乱感到愤怒,还有人加入了他们所在的城镇或城市的抗议活动。 无疑疫情是特朗普总统的沉重一击,让许多甚至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开始犹豫自己的选票。 然而,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成为总统,美国的右翼生态系统会继续存在。 比如那些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会继续存在,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会继续存在,疫情带来的经济创伤和生活伤痛也会继续存在。 欢迎留言告诉作者你还想看到什么内容和选题的文章,别忘了加关注获取内容更新哦。 最后请你点个赞支持一下作者吧。